我哥的车现在已经改好了 我跟我哥呀已经会合了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出发了 我带你们看看我哥这个车吧 哎呀 哥这个啥呀 金箍棒啊 这个是我后边支撑棚的小枝杆 我给你演示一下吧 行 这边 我不是白芒果 啊 看我这个头我焊了一个螺丝 之后给它拧到这个上 它这个就是比较牢固 不哪都跑 之后底下呢 我给它擀了一个眼 这个管我擀的是尖形 如果说地下是土地的情况下 它可以插到土里 这么一插 把这边支撑 挺不错 但平时的话天要暖和的话 放两个小凳 搁外面放个小插底 也挺不错呀 搬个小阳台呀 对 挺好 还有想法 哥你这个上面做是不是有点松呢 其实我想做的更紧点的呢 但是我怕 实验上下雪 给我压塌了 所以说我就整得松一点 好 啊 淡雪 明白了明白了 我嫂子已经迫不及待的 进他们的新家了 啊 哎妈 疼死了 妈哥这个有点爱 也刚才给我磕了一下了 这个现在就这么高了 如果说想升高的话 等一下就走一圈回来之后再改吧 嗯行 对 咱们这个东西呢 就要不断的去摸索 实用 然后去改进 看看我哥这个小车 弄的还挺温馨的 别说还挺暖和的 咱们比那床挺强的 对啊 这个应该是 卫生间挂帘用的 是吧嫂子 这是卫生间挂帘的 然后这个窗户这儿啊 还能挂帘 这个到时候他们准备 准备一个帘就可以了 嫂子 我发现这里面挺暖的 下面不有个柴油暖风吗 啊这个下面 嗯 我说的这么暖 这空间脚一吹就热乎了 那老热乎了 刚才可能坐着就感觉脚热乎的 你给我那水箱啊 漏了 整的我车里全是水啊 你看我发布的视频 整车都是水 妈 那当时试试好了 但是没想到他能搂我 我哥那个车呀 也坐不了几个人 还是回我的房车待一会吧 暖风呢 现在我已经开开了 天实在太冷了 开暖风还能暖了一些 我哥现在已经展示完了 他要把后面的阳台给收起来 我们准备去吃饭了 这也挺好收的哈 管的这些查的那就可以了 我还真第一次见过这样的操作 哈哈哈哈 存自制的 还挺有想法的 这样把管子放在外面呢 还省很大的地方 对 没有地方放这么长的管 对 他这个管子 不怕来回走的时候掉是不是 对 就专门固定的东西 后面给他抖上来 前面我弄了一个档 前后都给他封死了 他就掉不出来 哥 你说咱们以后不行找个房车厂 先学习学习 以后咱也倒房车去吧 行 我来 现在已经收好了 这个棚呢 还可以降下来 但是现在没有降呢 走了走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去了 再见 再见 再见